奇情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凭论道 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 第一届中信制业杯 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中的精彩对局 今天的对阵双方呢 都是大有来头 一位是多次获得世界冠军 有着文凭魔女之称的锐乃维续段 另外一位呢 也是多次获得全国冠军的夜贵舞段 今年呢 瑞大尉呢 是代表他的家乡上海队呢 来参加甲级联赛 而夜贵呢 代表的是湖北队 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两位讲旗嘉宾 为我们带来这盘精彩的对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呢 由我和王源老师为大家讲解 第一届中信制业杯 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的第八轮 对阵的双方呢 分别是上海北极农队的锐乃维九段 和湖北保安地产队的夜贵舞段 那么这两位棋手呢 应该算是老将了 尤其是瑞老师 他今年已经50岁的高龄 但是依然保持在一线 而且成绩非常的出色 好不好 谢谢 小邱一说50岁高龄 我就想笑啊 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50岁算年轻人 但是在这个围棋的赛场上 你在男子棋手赛场上 30多岁都已经找不着了都快 是 瑞来为九段非常了不起 可以说是从古道金啊 在棋手当中是独树一帜的 这个独孤求败的高手 没错 他曾经达到的顶峰呢 也不是太高 只不过比李昌浩和曹勋玄 都高一点而已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 而且他是赢了他们两个人 对 赢了他们两个人 是夺得的韩国国手战的冠军 就是国手战在韩国 是最重要的比赛 简直不可思议 对 他这个时机而上啊 最后两道关口 分别是曹李师徒 他都是先砍一个 另外翻棋又再砍一个 对 对 对 所以是瑞来为九段非常了不起 对 很好 在我们这个中信制业杯啊 全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这个平台上 还能够看到瑞来为九段的表演 这个很不简单 嗯 而且他最近成绩非常出色 前不久刚刚夺得了 剑桥杯的冠军 对 很好 我们看棋吧 看棋 这盘棋呢 黑棋是叶桂 叶桂呢 也曾经是全国冠军 对啊 他也是一元老将了 对对对 但是他的辈分 当然比瑞老师就低多了啊 对 他是 今年还不到40岁 对 接近40岁 对 但是也不容易 大家知道现在只要不在一线 你有那么多的家务事要做 相夫教子 有这么多的事情 这个也很不容易 对 其实叶桂这盘棋下得很好 嗯 下出了很多味道 有些时候呢 叶桂五段他还下棋 有的时候状态不好 还下出有些棋 还不是非常和他的身份相符合 但是这一次确实下得不错 嗯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白棋二连星下了一个 嗯 黑棋挂脚 咱们这女子比赛也太好了 嗯 行 接着看 一间第一家 一间第一家 然后黑棋下了一个 先挂这个 先挂 嗯 这个好像是 也很潇洒 对 好像是几年前吧 嗯 有这种下法 但是近来已经比较少见了 嗯 然后黑棋双飞燕 嗯 白棋靠住 是的 点三三 这是一个定式吧 算了 嗯 下到这里 嗯 这个按照定式来说呢 黑棋这个棋 本来是应该补一个的 比如说接上 这个都很普通 然后接下来 比如白棋挂脚 嗯 嗯 对 这非常常见 也很普通 但是叶桂显然想要求变 我觉得 或者说他觉得这个下法呢 他不是很喜欢 嗯 想追求一下效率 对 当然也有可能两种下法都很喜欢 但是只能选一个 是吧 这就是盘上招法的语言嘛 嗯 他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 总而言之都可以下 他走了这个是吧 对 是的 这个速度比较快 嗯 白棋的锐九段 你不走我就走 冲一个 他就冲 对 然后单班 嗯 这个是到现在为止呢 定型在职业高手的对局当中 下过很多次 嗯 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形成书面语言的结论 没错 究竟有什么内容 究竟谁好这些没有 那么大家都还是就在这样下 如果研究起来 这个内容就太多了 嗯 行 大体上看成差不多 下成这样 黑棋再度脱线 他飞这个了 嗯 这个角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白棋假如说要断呢 你不管断哪个都被人家吃掉 嗯 所以呢 他就选择单班 嗯 假如你要挡呢 他再断就不一样了 对 对 是 所以说 在这儿呢 黑棋也硬不好了 就暂时先脱线了 把这个外面飞完了 一拆二 嗯 但是走下角这个变化 确实是一个理论问题 非常抽象 内容非常多 嗯 小秋你刚才这样一说 是可以的 嗯 给大家一个造成一个印象 对 就行了 就行了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要穷气所变 太 味道太多 太难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白棋这样定型之后 在有一天呢 黑棋真的就来断 嗯 你真的来断 他真的就把你吃了 然后你把两个吃了 你有吃两个的可能 对 就王老师说的是这样 对 我给大家那个 形象化一点 对 这样 对对对 就是黑棋所不满的呢 就是唯一的不满 就是他本来啊 这两个子是这样的 它是可以立一下的 是 是 立下来味道还不错 对 味道挺 味道还不错 比如说这个贴起来就差很多 还有这个立就差很多 你得拐回去吧 是是是 关子也差很多 对 所以有这些牵制呢 白棋就下了这个斑 但下了这个斑呢 它确实又有一个缺点 我说的是有一天 黑棋不在乎脚上的阴头小力的时候 它就这样给你进行了 所以这个下法呢 它是不是就一定比现在段这个下法坏 它有一个时间的不一样 就是围棋盘上充满了时空的问题 就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对 但这个话就放在这了 再仔细说下去就没完了 就看这也差不多 这个要大家自己慢慢的去体会 对对对 可能不可言传 对 就是说我们围棋盘上真的从专业角度来说 或者评委角度来说也可以 就看在任何盘上有一个问题 你都要考虑什么呢 它局部问题一定是和全局连在一起的 你抽象的看 你说这个无忧角好还是不好 其实都是很无聊的一个命题 是吧 一定是看它周围的配合怎么样 全局形势怎么样 此外还有一个就是空间 空间感觉 空间感觉和时间感觉 就是什么时间走 好多问题都不是孤立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操作的方便 只能简单粗暴的说好还是不好 行我们接着看吧 挺好 他们女子赛这回带来非常多的话题 很好 白棋是挂 是吧 黑棋一间低加 白棋点几 这都是下的很好的棋 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 棋 黑棋长 这个我们大家都见得很多 打了一个简单的定式 在这 白棋接上 黑棋接上 跳出 跳出黑棋 叶柜的右边连成一片 对 好棋 白棋日来午也很漂亮 走这个 是吧 对 王老师我不知道您对黑棋这部棋怎么看 但是我对于这个结构 我稍微有点疑问 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结构 你不喜欢这个 对 因为我觉得靠近来这里面简直太容易活气 这又是个时空的问题 时空的问题 因为它看起来是高低结构挺好的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 待会儿可能不太容易成功 我是这样想的 对 时空问题 可以 这个结构可以 至于这些手段呢 看你什么时候用 做的事 用得早 是可以的 实际问题 用得晚呢 作为情况不好 它恰恰吃你 用得恰到好处呢 说明你的水平比我高 是吧 是 行 我们接着看 黑旗贴起来 贴好手 这个旗形是应该要贴在这里的 确实 好手 同时为下一步二二的搬进去 创造条件 将来它二二搬 你断外头 它就接了 这没什么用了 你再断的话 我就接上 你这个子弹刀还要逃吗 这太不像花了 太过分了 我要跳死你了 这脚我都活了 行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一招确实非常之大 白旗下一招阵头 锐九段也是叫做入戒一缓 一步一步的来 其实他们两位也都是盘上的战士 他们的棋风都是很犀利的 而且已经参加比赛都已经几十年了 对 说起来的话 行 好奇 黑旗呢 下一招是 黑旗不肯印一个吗 王老师 这个不肯 他就是跟你的单行是一样 印得越多 他越有 你不印反而就没有了 是 所以下一招黑旗下得很好 跳 跳这一招起下得漂亮 对 大 是 我觉得叶桂五段 他的大局观还是非常好 看了整体的旗行都很舒展 当然锐九段还是还要接着上课 因为锐九段是他们的前辈 所以可以说跟他们下棋 都是给他们上课 对 靠下去 靠 黑旗长一个接住 小尖 对 这尖呢 夜贵也可以 但是它不是必须的 因为我不尖这个呢 对手也不会靠 靠的话被黑旗一般 对 什么时候靠呢 就没有这个纸的时候 它靠 对 有了这个纸 白旗永远不会来靠 既然它永远不会来靠 我就没有必要去尖 是吧 将来要走 也许还有这个 但是这个也还可以吧 马马虎虎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它主要是 它这两招是夜贵武断的一个 因为他们这支队伍下这盘棋的时候 这个还有降级的可能 就湖北对它排名并不是太高 对 上海对它一直排名第二走 对上海是为了曾冠军嘛 是 那么所以夜贵下这盘棋的时候 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因为很少下这种锦棋 对 不简单 所以我们这些女棋手都很了不起 我就说相夫教子 家里有那么多的事情 是吧 又不可能像年轻的十几岁的女孩一样 天天在练棋 甚至还练网棋 对 所以下这段棋 我觉得像夜贵 当然追来为久的段 就更不用说了 更了不起 他们也很了不起 是 他这段已经很费功夫了 费什么功夫呢 你看他肩完这个走这个 他盯着你这个段 你真的问他有没有这个段 他也知道没有这个段 但是他确实盯着你这个 是吧 也许有一天 是不是这一代也有些故事 他就 所以他就紧紧地追击 下得很紧 这个骑行是这样的 就很想这样搬断他 比如说我搬了一压 我很想这样下 但是问题是这个骑行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被人一搬 这个教科书上都有 可能稍微有点水平的 其民们都知道 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这一断 你就不会了 这怎么办 接下来 这有个极大 因为不能吃 是他双叫吃了 你要团打 被人家一打 再一楼打 这哭都哭不出来 对 这根冰棍 要是吃不掉 这个骑就输了 再一楼打 简直是太惨了 你只能提 他被人家挤打一下 挤打一下 他就是说 也是莫须有 也许死 也许不死 但是这个风险太大 你必须吃掉这个 这块骑该白骑一下 它会死吗 但是它也没活 只不过呢 黑骑这风险太大 你看这个地方 人家漂亮的骑行走成这样 你脚被压缩到这儿 而且这个二字头被尿一斑 也不知道怎么下好 这显然不太好 风险太大 但是小秋 刚才说的这个斑断的手筋 各位要是读过一些 围棋冰书的话 应该有印象 加深这个印象 在这个特殊的形状当中 这个斑断很厉害 所以这个斑断的黑骑 是不成立的 由于有那个 白骑有这个斑断 对 有这个斑断 既然不成立 那么这招棋就有一点什么 它要想 觉得有这个东西想 但是你要真的问它 它这个深思熟虑之后 它知道是没有的 但是它确实又想 有的时候 骑手也会有这种纠结 尤其是女骑手 所以这招棋 我是不建议它下 它这个是一个组合 我建议它第一时间 这个就不要下 就别走这个 下别的任何大场 走别的 我觉得这个飞 是不是也挺大的吧 飞也很大 或者您觉得 没有 左下二小 搬这个 这个小 是吧 我们算一下它的钱 有一天 你不理我 就算你先断了 我将来也把它吃掉 你还得补 这个木数已经很吓人了 你看 白骑要是长进去的话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差不多十木 然后这个地方 二四五六木齐的一半 十三木 就是白骑只要一长进去 不要说断了 它本身已经增加了十三木 您这一班 它十三木已经泡汤了 然后你还留下先手吃 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是二十一木拐弯 又拐弯了起 你说什么地方 还能比二十一木更实惠 非常大 我建议它如果是 不要那么想进攻 因为跟锐来伟一九段下 可能还是想跟它拼 就是你慢慢跟它下 你类力不够的 所以叶桂这个也还是情有可原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二十一木最以上 最实惠 而且这块其实它根基动摇 此外小圈你说的这个飞 也可以考虑 我觉得挺大 但这个飞现在不是消长的要点 什么时候这个飞变得最大 是这个时候 当问题是下不成内容 对 就这个意思 再看叶桂五段 它这个情绪化 很有激情 但是确实也 它其实还是比较注重于大局 我觉得 也有别的下法 对 它走这 它们锐九段就当然太敏锐了 贴 立刻就贴 斑 白棋斑 黑棋肠是吧 连斑 黑棋连斑了 连斑 它想要把头撇过去一点 对 就要吃净 然后白棋肠 黑棋肠 这样一来 我们感到黑棋烧盔 这棋烧盔 但是不到形式不好的程度 烧盔 因为它这个幅度不够 幅度不够 你看你这个就是 所谓螺丝壳上做道场 总共就这么大一点 是吧 没有必要在这投资这么多 就相对于黑棋而言 我觉得白棋好像更自然 因为它就是下了两个定势 然后就贴了一下 是 然后这边就觉得黑棋已经挺难进的了 但是有更凶的 没有那么自然的 下一招棋就来了吧 对 下一招棋来 这招棋 是锐九端的风格 就是对财尔一定要点了盖组 是吧 但是其实现在应该是白棋相对从容 我觉得不是很有必要 因为左下角很大 你一定想扩张的话 让它无变的话 其实盖组就行了 对 就盖组就行了 它一般你就一长就行了 因为你这个空间足够大 是啊 这个招 你看离这个头 二四六六 五路中间隔了 假如说你能把这个空 即使能回到四路就已经很满意了 在这儿 对 但是他说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所以他追求更多的 要追求更好 对 这一段点 如果你挡住 他盖住 比刚才那个他认为就更好 假如说这样 对 白棋盖住 那这个棋形太完美了 他认为更好 假如说你长的话 他恨不得就接上 是吧 你恨不得就接上 但是黑棋这个就是一个下法 就是一个 他就这样下 恨不得 他的恨不得 你接上 对 你恨不得接上 你才黑棋下一个 恨不得下什么 就直接打入了 没有这个 那你再补 这个更黑 对 就大模样 真正要凭胜负 大模样 你是让人家围了再围 在最后一刻 肯定密不透风的时候 再进去 再打入或者是浅销 这个就更黑 你说白棋 如果他认为优势的话 他下一招怎么下 你看 你不能够围这个吧 也可以围这个 但这里头会不会长虫 不知道 你不会走这个吧 这个不像棋 你这个不像棋 你这个没东西 这里头没东西 那如果你形势落后的话 你几乎要下这个 对 你想撑一下的话 那它不也是广阔天地吗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因此呢 我觉得呢 作为白棋来说 比较柔韧性的下法 还是第一个单靠 单靠 就是黑棋 它不会 它没有机会给你拼 对 因为它必须要硬 它硬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硬 它被你便宜了 它这个硬 它帮你增加了这边的东西 你待会儿可以鼓它一下 对 这可以鼓一下 很舒服 对 就这个意思 来我们看实战 是的 白棋直接点了 那么黑棋 忍无可忍 对 黑棋巴不得 就黑棋跳 其实挡也可以 跳 这个时候就要奋战了 要战斗就开始了 战斗 很精彩 从此开始 对 黑棋搬 搬 白棋就搬下去了 是 这个 黑棋这个跳 它也是大大方方的一招 但是要 要口口说说 算得细一点 精彩细算 有可能是走这个好 小尖 对 等一下 打下来的时候 您是不是要先把这个走掉 先搬先打 把自己先 形状先弄好 对 先搬先打 白棋大概还是要战 走好了之后再搬 对 这个好多了 对 这个白棋当然就不会搬断你了 它就会盖过来 但如果白棋盖过来 黑棋接上的话 我们会发现 白棋明明形势很好 它干嘛到这儿去落一手棋 倒不是扩张自己 对 而去浅销一个 本来就不大的黑棋 那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挺满意的 不 但瑞老师会跟你说 白棋更满意 因为他也有这些 他也更满意 也是一招 但是作为黑棋来说 这个算一种下法 是 那比当初点了 盖主这个棋形 已经薄很多了 就觉得 是 是 就这意思吧 这就是我们 女子顶尖高手 他们棋的一些内容吧 我觉得都很好 对 我们接着看 实战呢 黑棋跳出来了 我就在想 夜归下这部棋的时候 是不是 对 他 自信满满地 就把它跳出了 对 就是这个 风一吹过来 势头很好 他自己的心情也很好 但是呢 他细节上 有一个小问题 我们接着看 挡下去 白棋党 这黑棋必须要搬 因为不搬呢 白棋的根基 不会动摇 黑棋也不好 不好行情 你比方说走这些棋 走这些棋 仍然会被人家 纠缠不断 盖过来 是吧 你要帮人家下 对 你又不能下这个了 这个牌牌坐 吃果果不行 所以这个也不行 帮人家的忙 你什么都不走 也不行 人家一家就快活了 对 所以黑棋 这个几乎是唯一的一手 总是要搬着 接下来的定型呢 稍微有一点不满意 白棋实战 就直接搬下去了 对 接上 那么这个棋型呢 由于刚才 不像王老师说的 这个搬了打掉 没有这个接引 所以他就爬了 如果他接呢 被你夹一下 他觉得不舒服 这个就黑棋 这个好多了 这个黑棋 所以他就从二路一爬 你肯退一些 我先把你眼爬没了 是是是 那差远了 对 这一段必须精进计较 那么黑棋一定要断 这段呢 下一招 白棋冷静的一顶 又是好棋 就这个细节呢 是不是夜贵有些忽略 对 我觉得这个下法 好像走了半天 就墨手上先亏了 但是呢 就外面也不见得就好 对 外面明明有个挖嘛 有个挖 你这个本型是这个 你本型是双板断 对 你双板断等于白棋 先手把你边上的粮食 都抢走了 给你挖掉了 然后中间这两个子 还死而不僵 对 那这个白棋太合适了 把这个也吃都行 或者这断一下都行 这个就太舒服了 那么夜贵当然就不肯 不肯 因为他也是高手啊 所以他就一咬牙 他先靠了 他就一咬牙 下出一个风险 极大的下法 先靠 这个靠呢 是比较损的一个下法 一般是不肯走的 因为你帮人家 这个头撞硬的不说 对 而且帮人家实地 全都变厚了 对对 他都不是撞硬 不是撞硬头 关键是现在呢 白棋按照 锐来维九段的风格的话 下一招棋一锄头挖进去 这个是很凶悍的 这样 就这一蛙 这个风险很大 所以这个马格尔打篮啊 这两边都害怕 都是一个考验啊 你说这一蛙 假如说这样 那么 对 他就滚打包收 六千五日 先滚打包收再说 先把人打成一团 对 这个 接住 再拍吃 对对对 配齐接上 对对对 那么白棋接这个吗 接这个之前 先停一拍 我给大家讲 就是因为当时在那 也有好多带队的教练都在 我也在那 也是跟廖桂勇九段 摆到这个棋 看到这的时候 我们摆了一些变化 最后觉得呢 虽然也不是他们广东队的 对对对 但是因为他们这个棋下的精彩 就在那摆着看 摆着看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 黑棋非常危险 是吗 对 就接在这儿 还是接在这儿 接这个都行 接这个都行 这白棋好像很难 这黑棋要怎么跑啊 黑棋很难动 因为这个边上是后手 对对对 你走这个 它最凶的还可以搬 还能搬一个 那够很 搬在这儿 一搬或者是外边一尖吧 小尖 那黑棋已经快 因为这个手筋好像不行 因为你气太紧了 这个手筋不行 就这个叫吃了 不会有个拐吗 这个它就要打吃了街上 就这样 这个你都不行 好像 尝一个白棋街上 是吧 那这个黑棋气紧 它动不了啊 现在 我看看 这样倒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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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接这个也有 接这个是不是也有 接在这儿 我看看 接这儿都是有个增子问题 接这儿也有 你要实在要加 它出去也行 对 它增子来不及 你这个也损了 黑棋只有两口气 对 而且它还可以滚包 你怎么定型 你得先走 我这增子来不及走 我走完了之后 这挡下去 被人家一口气挡住了 已经 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 就是它 我觉得它这个盘上故事 故事 我们女子围棋的故事 就是瑞莱维九段 作为是最擅长这种出击的 被叶柜一靠的时候 因为形势确实不错 至少它认为不错 一靠的时候 它居然没有挖什么 它有点犹豫 它居然没挖 这个是很奇特 瑞九段这个地方居然没挖 如果这锄头挖下去的话 这一滚包了之后 总的来说 这个骑行一看 是黑漆非常危险 白漆的路很多 刚才这个是一种 它也不一定要全部把你闷死 但是黑漆由于气景 它左冲右凸 这个很不方便 这个挖的时候 黑漆也不能闪 只能正面应战 没得闪 它最多闪法 这个闪人家一鼓子吃了 闪了半天也没活 是啊 在里面还得慢慢地去作演 就是这个味道 瑞莱维九段选择了 求吻 结果一求吻 这些还可能亏了 还可能亏了 是吗 至少是不太便宜吧 因为它 夜鬼很鬼的走一个渔行是仙手 拐打 对 这个是仙手 那你说白漆刚才是不是能够 他可能走不着这一下 他很想走这一下 爬的时候又提掉先手 但是问题是他走这个的时候 黑漆比如说在外面走一下 那您要提到这儿吗 对 对 这是一个变化 但是最后最大尾决定忍耐 算了 那当然这个夜鬼还算折腾得不错 对 飞到这儿来了 他反击了之后付出一些边角的实力 但是中府 他有一些势力 影响你这个发展 总的来说 好像黑漆应该还不错 但这个故事 它形成的过程 它还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 没错 那么现在呢 黑漆刚刚在这儿震了个头 接下来这个战斗要如何进行 白漆这两个子会不会跑呢 还是会下别的 我们要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 维甲联赛 这个夜鬼和瑞乃伟的精彩队局 刚才呢 王老师给大家推荐了 白漆的一个最狠的下法 就挖它 但是呢 瑞乃伟九段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没有使出这么凶悍的手法 而是先退让了 被黑漆震到了这个头 对 这样呢 就有些 全局就有一些 变数吧 有些变数 本来白漆觉得应该还可以 它是什么变数呢 就是它突然之间 它的棋子形成一种合力 就刚才有的棋子 形成了一种合力 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来感受一下 右边续盘阶段 黑漆由于这个大飞 这个尖纳大飞这个配置 刚才不是说过了 不是特别好 是吧 但是当然它也不能算坏 可是呢 毕竟它棋子在外头 然后这个跳是一个大场 现在再加上这一招棋 和刚才这个跳出来的反击 这几个棋子啊 在中央好像形成了某种气象 对 而且加上白漆 毕竟你这个地方 不能说你活透了吧 你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薄味 薄味的 所以全局形势奇怪的 我觉得倒是黑漆好像还不错了 嗯 形成了合力 但是所以锐阶伟九段跟它拼啊 这个地方没有完呢 还没完呢 对 它要拐出来 这个非常严厉 这个拐很严厉 没有胆势啊 是不行的 然后从这儿靠 从这儿靠 这个是锐阶段的棋力 它的棋风很厉害 这个时候 王老师我就在想 黑漆 可不可以考虑气质 比如说我这样 我觉得现在气质 书竟你的棋这个不错 你感觉不错 对 我太惭愧了 嗯 但关键就是下一招棋 你下哪儿 嗯 对 这个棋呢 它气质呢 气的时候呢 嗯 它有点纠结 它因为 如果说是这样气呢 它肯定是这样冲 就不用看了 然后冲了打湿 对 就直里包不住火 是这样 它是封不住它 但是呢 它可以利用气质 可以把外围走得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 就是有点纠结的是 它究竟是怎么个气法 嗯 长一个 然后白漆一贴 黑漆呢 如果落后手呢 我觉得是不是不太满意 嗯 对 这个 这一线空着 嗯 这一线空着可能有点破 这是一个直线思维 对 直线思维 所以我就在想 能不能考虑抢个先生 你也是女骑手 看看 球单一也是女骑手 难免是这样 因为女骑手 有些思维方式 它不是相对说来 比较专注 对 比较直接嘛 没错 揪住你一个东西 它就不放了 就很难去拐弯 对 拐弯 就要拐弯 你这个图摆得已经很好了 嗯 我是 我也想到了这个图 我给他想的一个拐弯 是这个 哦 就不走 你这拐弯拐得比较远 对 不走 拐弯不走了 就你下一招吃我也吃不了 很干净 但是我下一招要走是这个 那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段 你没有地方可以推 你只能拐弯 把这上面两个子 那这两个抽通了 那总是还行 对 太巨大 也不能说白旗就不好 这个不敢说锐来为九代的 其实不好 但是你黑旗总是很舒服的 是的 这是一个 还有你走哪 关键你紧急着 它被它顶 你走哪 我有点纠结 你有点纠结 你不能说 三一当真一招进 你捕这个 这个不行 这个好像不太像为止 没有 它这段故事变了 然后你走这个 它故事也会变 因为它有这个段 对 它先不冲 先断 你要吃 它就把这个给你划了 这个脚太巨大了 是吧 那么你怎么办呢 你吃下去 它一弃止之后 这个变化又变了 所以就拐弯拐到这来 就对了 这起就很有味道了 顶在这 因为它不能不走 第一 第二它不能接 第三它不肯搬 因为搬你连这个都是先手 是 它打都打不到 一打咱们这就冲断了 对 一接完了 你再给它搬下去 或者这边再推出来 就不一样了 好了 我们发现它三个都不行 这个也很乱 那这双棋是不是就可以 是吧 那么由此 我们总结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紧区二指头这个形状 尤其是两个紧区二指头 这个形状 除了点方 除了切断 还有一个顶皮子 这双棋是很有味道的 我觉得我们大家 品它这个位就行了 然后再看它们的 实战业柜没有选择 对 没有选择这个它是什么 因为这个棋型出现的时候 第一杆 所以球战员你的棋感觉也不错 第一杆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被白旗鼓刀这个 鼓刀这个它基本上就 就可以扬长而去了 因为这棋你不太好攻它 确实 你想攻击不太容易 是 那么它是退 是吧 它退了一个被人家鼓了 一鼓 对 然后长的时候呢 白旗又压它一下 又欺负你一下 这个太欺负了 这个也过了 但这刀棋 就老实一下子过了 因为它一鼓出来就很舒服 同时它也是叫做 这个意高人胆大 这刀棋飞吗 就是大局了 你飞不就行了吗 你黑旗还能这样吃我 显然不行 这个我就尖过去 到底谁吃谁 是个问题 因为你这段差一手 吃火旗 黑旗是菜手 吃火旗 是的 那么你 如果你这样呢 它就顺便走到天原 就往里面走 对 也不是白旗优势 就这样下 就这样下 结果瑞九段 这个地方还要压 哎呀 这简直是 太较劲了 这个旗 令人佩服 这个精神令人佩服 对 这个地方那黑旗 飞过来 它没有别的选择 这个很堂堂正正的 看着 但是呢 白旗也很舒服 在底下搬完了 对 有那么舒服吗 一般 一般 我觉得它刚才的压过了 哇 吃它一下 就人家一蹲 立下去 但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 就是人家断的时候 它不要了 对 这只能上进去了 那这个墓术就有点损 墓术是白旗有所得 就脚上利益的墓术 但是它毕竟还留有火旗 对 关键你这个地方中间 突然变成一个很重的 一个攻击对象 这其当然白旗不利 对 它刚才飞出来的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下的这么复杂 是吧 就要跳一个 它就是像这种力量强的高手 他们追求的就是物尽其用 对 物尽其用 它要把每一点味道都走到最好 对 它那个简直成为一种 血液当中流淌的东西 是 物尽其用 而且你比方说 吃自助餐这些 物尽其用 它肯定是一颗饭都不愿意浪费的 肯定是光盘行动 对 这个倒是一个好习惯 物尽其用 有的时候是有风险的 对 确实 它跳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 我觉得普通的感觉 总是从这边过来 风云突变 突然黑系跑到这儿去扳了一个 也行吧 也还行 因为它就是说什么呢 当出现一个目标的时候 如果你全力去进攻它 也有可能被人家借力 对 有些时候是保持距离 缓缓地进攻 威慑着它最好 那么叶贵现在觉得 恨不得 如果你真的跟它复盘 它都会 这个夜贵 是一位武汉的女骑手 会用湖北话 跟你说 我都恨不得 直接吃你都有可能 但是处于稳健一点 就从旁边来绕 它也许都会这样跟你说 确实也是这个道理吧 这个也是可以 它要绕的方式多 这个球带云 它有很多方式 就是说要迂回的话 像这些也是一种方式 对 是吧 这个时候就觉得头绪很多 究竟应该怎么着手 对 怎么着手 是黑系努力 这个就要靠这个力量 对 执行力很重要 光说不练还是不行 对 做这个 搬这个 但是瑞老师立刻就贴出去了 贴 可以去跳一个 跳一个 然后它也长 就长 但也还行 也还行 但这个旗行就要盯着防止 你看这个 对 这一带 要防一防 就觉得 黑旗把这个接上 白旗把这个吃掉 对 这个对于高手来说 双方都是计算下来的 就是航情 这个就是航情 这个白旗吃掉很多实地 黑旗也把这个切下来 但是如果对这块旗 没有什么进攻性的话 这个切下来有什么用呢 对 那个地方已经损了一些实地了 所以黑旗必须要在这 动手把人家断开 刚才我们说的斑 由于有那个手筋 所以它觉得不舒服 它要把它顶端 对 这个还是很漂亮 对 所以夜归这个转 转斗还是很漂亮 对 尽管刚才也许是 中间直接什么飞一下 再缓缓地跟着它走 也许更简明吧 这样也行 它顶了一个 白旗一看了 这个旗再纠缠下去 两边 中间这一块都没活 就显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就赶紧就地做活 就这样 对 追求做活 对 因为你挡它就咔嚓嘛 是的 下边一招 对 下边一招可能也是正常 但是不是最凶的 最凶的可能是应该压这个 就压这个它不太好动 压这个的话 白旗 要爬吗 不是 它好像据说它有这些 爬不动 爬你一般 它一般一打这一般有行 但你爬的时候它是不是 是我有点害怕 这些东西会不会有 有味道 这个也是感谢中信职业杯女子维甲联赛 因为他们的棋跟我们男棋手比 在精彩的对战方面 不怎么逊色 我觉得 是不是 至少带来的话题 我们可以启发我们想象 可以唤醒我们的 有些围棋感觉的这种场面 一点不比男棋手逊色 这个很狂的 但是变化很多 算了 它就挡了一个 白旗贴 这个棋型的一个缺点就是 所以锐姐端这个是好棋 它走完了 无论你挡哪边 反正它顺着一爬一搬 总要打成你一个余形 除非你就是让它爬不到 你不要搬 它爬你就直接点 你比它更黑 这太狠了 它搬住 这一般你看 这个棋型就是黑棋 这样的棋型出现的时候 就叫做 没有办法十全十美 如果你没有这个子 你顺着一长 每一个子都恰到好处 不丢人 你有了这个子 你下一步无论怎么下 都稍嫌重复 你最凶的是这个 但是人家当然二路多一个班阶 对 是的 你天上多一个钉字四 就是这样 所以围棋棋子 什么之间的配合 微观的配合 叫每一个子 各司棋质恰到好处 是吧 还有宏观的配合 有些棋子局部是余形 但是它的优点 比方说是有气场 有外视 和另外一些棋子 形成一个宏观配合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黑棋 这个在白棋出动之前 每一个棋子都形成了合力 就像那种场面 我觉得这些是围棋盘上 就是更深 可能是更深层次一些 但是是最有味道的地方 最有味道 比这些具象的东西 在我看来更有意思 看他们的吧 它是斑吧 白起斑毡了 介绍 这样活了 对 活得多漂亮 将来一收官 他恨不得锐老师 还说我这有八木棋 这活得太大了 你供了我半天 我还有八木呢 活得太大了 黑棋下一招 他走这 我觉得他整体的思路 黑棋整体的思路非常好 就是说我要把你顶断 然后逼你在底下做活 大吃你这两个字 对 他整体的思路是非常好 但是 夜归这个气势好 对 具体的操作起来 能不能吃掉 能不能吃掉是一个问题 还有你自己的有些弱点 会暴露出来 比如说白棋现在就加你了 这个加的时候 黑棋就有点难办了 不难办 黑棋不是占据主动吗 但他下一步主要是这个问题 还是我觉得还是作为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问题 男棋是和女棋手 男子围棋文化和女子围棋文化 虽然都属于围棋文化 但是他毕竟还是有同有异有不同 是吧 有不同的地方 什么地方不同 确实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到 男性和女性的有些特点不同 是相关的 像这个地方就是有点不同 就是什么呢 你来我往 直来直去 针尖对卖 是吧 但是我觉得 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女棋手 他们提高的空间很大 就不是说他们现在水准不够 而是说他们可以改善自己的地方很多很多 那么比方说这个局面就是一种 就是什么呢 行进当中踩一个刹车 两口子正要吵架的时候 有一方不说话了 对 你赶紧走点别的是吧 对啊 黄老师的一些事实 对 比如说 做活 做活 你让他接着走 你先把自己做活 除非白旗下一招就活铁了 我们看这个棋形 白旗下一招活不铁 你是活行 但你活不铁 他打在这的话 这一场没有活铁 对啊 然后你就走这个 怎么了 那你再走 这不是很好吗 白旗要拼胜负 这个地方白旗只有不走了 就刚才我不走 现在你不走 我也不走 那我准备好了 下一步再进攻不是更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 就是高速行进当中能不能够减速 能不能够踩刹车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直线跟曲线的思路 还是区别挺大的 就女区手一般都是比较直线的 比较直线的 是吧 她想着一个问题 或者说开个玩笑 日常生活当中 你一个事做错 你就是错了 你就是错了 你不要说那么多 你就是错了 她就不知道 有的时候人家错了 你不说 效果更好 那么在这个棋 这个例子当中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本来黑旗蛮不错的形式 后来就直来直去 最后一瓶刺刀 一发现杀气还差 对啊 气不够 一下就不对了 一下就气就颠覆了 是的 这个很遗憾 还有刚才的这个地方下到这里 然后千里之外去 咱去顶他一下 顶他一个 这个味道也很好 行我们看 看齐吧 挺有意思的 关键是不会管弯 感谢我们这个 赞助商 中信制业杯 这个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比赛 其实女区手的好多精彩 我感到 在这次比赛当中 比以前的那种大奖赛 带来的话题的精彩程度还要高 没错 我觉得女区手总体来说 水平有所提升 不管怎么说 这点是事实 我们要承认 好我们看 针监队卖忙 终于的 一点小事 又说起来言语不合 最后双方落上法庭了 黑旗断打 在这儿就两个人叫上劲了 这个已经骑虎难下了 没有什么可以退的地方了 已经 黑旗接住 就成这样了 白旗断打 当然好多精彩 也是由于小题大作 在围棋盘上 好多精彩 也是由于小题大作带来的 所以你很难 一句话 把什么事情都概括好了 好像什么就对 什么就不对 很难 这也是我们围棋的特点 其实这个时候 假如说黑旗想要退 他比如说走这个 白旗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接上 这个还要接 然后你冲过来 我可以接这个 哇 邱丹云你这也厉害 这个也有先手 挡这个 然后白旗接他一下 滚包吧 他可以接他一下 然后提掉 我再把这个打穿 但是这样黑旗 就可以走到外面去 但我觉得黑旗 可能会比较担心的是 白旗它接在外面 接在外面 然后您提这个 这不是还有个打结吗 还没吃完 还有打结 这个太黑 依然没有吃干净 然后这两个子掉着 我更担心 它什么都不走 直接把这两个蒸掉 那比如说这样 那就蒸掉吧 直接这个都不要走 就别走了 就不走了 这个蒸掉太大了 因为这个地方 你刚才进宫又做了投资 待会儿蠢蠢欲动 这一带出来 让这儿再暴动了 它立而拆三了 你这个受不了 刚才你要惊吞它的 对 但现在显然惊吞不掉 对 由于上面人家一厚 你就要杀它就更难了 所以它这个就叫做 骑虎难下 对 你本来在攻击它的时候 你心里编织着这个梦想 这个突然之间一瓶刺刀 双方就脱不开身了 实际上刚才黑旗踩一脚 刹车并不是说黑旗就一定赢了 对 但是它这个骑的局面就大了 对 额局大了 慢慢下 对 现在这个突然一下 一钻 钻进一个 一个死胡同里 是的 最后一到头一看没有出路 要倒车呢倒不出来了 这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后边车已经堆上去了 对 已经来不及到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点遗憾 本来非常好一个作品 非常好一个作品 而且小尖 哇 这个太 这已经来不及了 这来不及了 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对 因为它下一步是这个 就这个太酷了 这已经动不了 是的 遭遭不离后老勺啊 对 然后黑旗顶了它一下 现在它是想要做活 街上的话 它挡一个想 它能活就行啊 夜贵这会儿是想活 但是 来不及了 瑞老师不干 不让你活了 不让活了是吧 可能是不让活了吧 能活吗 你走这个 他如果说白旗 黑旗现在挡这个 好像活不了 白旗走这 他就先接一下 他就关键是接着了就不行 接着的时候 黑旗只能赶紧去作业 哇 那这个太苦了 但是这边就很惨 这边太苦 苦不堪言 是的 但是瑞老师呢 很机敏地先沾 先沾这个 先沾这个 它都不让你顶到这 顶到这 你还能搬进去 这三个只可以让你吃 对 你要吃这三个就算了 我把这个街上吃通了就好了 吃通完了 这个输了黑旗不行 这样黑旗 不行 主要这里还没走着 你这么大的事情都没做 这中间还有场呢 是 都没功夫走 所以进攻啊 这有此确实也是一个教训 就是强力的进攻 如果你做了动员 然后布置还没完全布置好 立刻就进攻 到时候收不了手 对 到处都是毛病 就是收不了手 所以进攻的时候也要慎重 今天我们围棋 《十诀》当中说的 圣物倾诉 这个圣物倾诉啊 有些过去我看 有些文字在解读它 就是说你下棋不要下那么快 我觉得这个太肤浅 太平面 它不是说的这个意思 圣物倾诉说的是你 决策的时候 大概是这么一种意思 决策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行 尤其是重大决策 像这种是不是要进攻 对 是不是要杀大龙 对 是的 或者我是不是要逃跑 我该不该弃子 这个要慎重 关键是你慎重了三思之后啊 你会发现往往别有洞天 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可以也可以不要 也可以待会再要 对 是吧 等等 是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圣物倾诉的意思 不是说不要下那么快 黑戏提掉了 然后白戏接上 那这样一来的话 黑戏就做不活了 你这个是后手了成了 那做不活怎么办 他就顶一个 嗯 这个他现在盯着你了 白戏冲 当然也很精彩啊 我们看 下一杯又手一斤啊 挤一个 在这 也贵 那很厉害 嗯 很奋勇地在这里拼杀 但是挤一个 段打完了之后 很郁闷的是 他无法把白戏吃掉 这几个 蒸不掉是吧 他怎么吃都吃不掉 反正是 嗯 贴了一下也没有用 贴了一下 嗯 人家就 哎呀 很久很久以前 这要是顶了一个鼻子就好了 顶着 不管白戏走什么都蒸掉了 都蒸掉了 对 不管你硬在哪里 我都把你蒸掉了 除了你这个斑 但斑我可以先断你一下之类的 嗯 所以呢 那这样就不行了 是啊 这期已经差不多了 对 黑戏先冲了一下 冲一下 估计这个时候 冲一下打僵了 有点像打僵了 这个比赛很重要 因为我到现场就感受了 这个很难见到这些 沉迷已久的女子 围棋高手们 大家一个个在那 拼着那么厉害 没错 尤其张家界这个地方风景 又是世界一流的风景 可能在这种环境当中 我们这个下棋啊 文凭对坐 就更利于调动全身的这种激情 也许 所以大家发挥的都很好 这次比赛很成功 其实下的挺好的 确实 黑戏提掉了 接下来 拐一个 那这个就 没什么用了 还下了几招 还下了一点 我们把它摆了 有时间就摆给大家看 这个胜负已定了 但是确实他们 感谢他们 这个带来的话题很好 是的 走这个 黑戏把这个提了一下 这是先手 全力 对 这边是谁吃谁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吃谁呢 已经不重要了 要不然 对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白旗如果想跑的话 还是很有机会活的 比如说我贴一个 也不好吃 对 这要怎么吃 我这下一步我要挡 然后一虎 不就连回去了吗 对 还有如果它气足够的话 不用贴 不用下那么硬 借力 这个也行 是不是这个吃了空都不够 还是怎么的 还有几招旗吗 我们再看 它拐了之后 白旗就没有硬它 把这个拐出来 这个拐出来巨大 对 否则一打一尝 不是把这两个吃了吗 对 夜贵就是这个顶头碗了 要早一点 要早个几十年来顶这个 那这个气就漂亮 它就出来挖断了顶 是的 然后黑戏又断打了一下 把这个收了一下 这里面白旗是活的 翻阶吧 哎呦 这个爽得不得了 如果是先手的话 爽得不得了 然后白旗加了一个 加 不是 加这个 加这个 因为加这个之后 它这个断打长出来 就成立了 哦 这有气 这里头吃不掉吧 这一走这个 冲这个 它局部是死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断了 所以黑旗呢 小尖 小尖再加 白旗加一个 哎呦 这个太鬼了 只好接 然后再不回来 太鬼了 黑旗搬一个 这个地方 还搬 白旗叫湿 白旗也不走了 白旗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这小尖 空已经够了 然后你接下来两者 它必得其一 我也不跟你说 这里面做活的事了 嗯 你贴住呢 我就老老实实印一个 嗯 走一个 嗯 挡住 哇 这个要出来 对 捡出来了 这个太厉害了 这样就是黑旗这个人全部成空 是 这也成空 也不够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 是的 这个地方损失太大 没错 嗯 很好的一盘旗 嗯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的一些意韵啊 就是强攻之前 嗯 你先把自己做活 就这个意韵很重要 嗯 你踩一脚刹车 它也一招补不尽 对 然后你还有另外一个 更值得 非常值得经营的事情 嗯 再往前倒呢 就是它一靠出来的时候 不能让白旗虎住 一虎住 它这个逃出去 你不能把它完全干净彻底 完全的给它歼灭之 不行 怎么办呢 忘记 看上去要弃子 把这个弃子停一拍 远远的顶头 我觉得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个话题 就非常好 是吧 对 没错 从这个意义来说呢 女子为妻在这些地方 我觉得比男棋手不逊色 嗯 不爱红装爱武装啊 不逊色 对 瑞老师这么大的年纪 这棋还是下的 这么大的年纪 还是下的这么好 太 太厉害了 他是简直 就是 非常热爱 非常少 非常少见的这么一种人才 确实 对 瑞九段 起义非常好 因为我之前也查了一下 他们的等级分 因为等级分是男女排在一起的嘛 然后瑞九段呢 在女子的排名当中 是最高的一位 排名109位 是这样子的 那么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没有进过100 除了水谷在里边的高手 他就算第一了 是的 可能跟韩国女子 我一起比起来 我们差不多 因为他们排名最高的是 朴正恩 他是排名第99位 所以当然我们承认 就是说 跟男子棋手 女子棋手相比 还是有一点差距 从实力上来说 或者说 从一些细节上来看 还是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瑞九段 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居然以他这样的高龄 还能继续战斗 高龄 而且成绩那么好 小秋我觉得 不是一个和南棋手比 这个水平 竞技水平高低的问题 它应该说是略有不同的 一种维系文化 而且女子维系 大家也看到了 它的内容 它的韵味 确实有些地方是不同的 有些地方甚至是非常有趣的 又令人感动又很有趣的 但是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说 正如女子篮球 永远不可能和男子篮球打吧 但是它同样味道不一样 是吧 女子排球 还有女子羽毛球 乒乓球会不会能够打一打 这个也不知道 也没试过 可能也不行 不清楚 我估计也不行 它毕竟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力量就有差 就老天爷创造了我们人类 男的和女的就是有不同 是吧 就是有不同 挺好的 女子维系是非常 就是别有趣味的一种 一种维系 很好的 那么这一盘棋 是女子维系甲肌联赛的第八轮 也是第三阶段的第一轮 第三阶段将要进行四盘棋 还有一个第四阶段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一共是14盘棋 下两个双循环 那么另外的第四阶段 要推后进行 然后还有三盘棋 最后的三盘棋 最后三轮将在12月份吧 没错 12月初在广州进行 那个也是到时候非常精彩 因为越往后 因为会设计到谁夺冠军 谁将主 对将主的损失太大 是的 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排名呢 就是江苏是排名第一 上海第二 我们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是这样 对对 北京第二 然后上海第三 然后最后排名的倒数第一的是 东方洪志七队 就是一个李一荣 还有一个战英 他们实力可能相对稍弱一些 但是倒数第二呢 现在还不清楚 到底谁会怎么样 这盘棋的结果呢 大家应该是一目了然了 就是直白的锐乃尾九段 中盘战胜了夜贵五段 那我觉得锐九段 真是非常厉害 整盘棋下下来就没有觉得 他有什么明显的破坏 没有他没有 他都是好棋 就是只不过有些棋没有更好 没有最好而已 但是夜贵也不错 对 结果还是下得很好 对 确实 就是有一些细节处理 这样可能稍弱一些 战斗力不够强 比起瑞老师来不够强 对 相对而言 但是已经很好了 因为下围棋它是这样的 最终它把它局限在 竞技围棋这个里头来看的时候 很多问题就无解了 而且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什么 你说的天花乱 最后谁赢了 你就告诉我谁赢了 总会有一个人赢 对 我觉得一个是在我们围棋文化当中 还有体育文化当中 也是这个问题 如果总是以胜负来论的话 很多味道就出不来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论道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情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企友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